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再来 研读神的话语 我们真的很蒙恩 刚才我们唱的最后四歌 可能大家有点想起来 我们上一次 记得吗 是四篇 四十六篇 对 我们心里面有安静 我们放下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在掌管 还记得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的吗 就是要放松吧 对不对 诗人说 你要知道这个神 如果你要留意 四篇 四十六篇 整篇里面 只有这一句是神自己讲的 其他就是诗人讲的 是吧 这是我们讲的 然后最后一句神自己发生了 他说放松吧 你要放松吧 因为你要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 是神就是我 是干这一切的事情 还在干 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们来说 是个最大的一个安会 所以有了这个信念 就好像刚才四歌里面 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 地震动 海 奔腾 对不对 我们也什么 不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祂一直在掌管 一直在掌管 诗人这样说 神要打圣仗 不用斗兵 对吧 神要平时 这个战争 也不靠 人强 马撞 对不对 这个是对我 特别有意思 我自己也没 也不应该 跟大家什么分享 我自己个人 因为有事情 也不方便分享 我这个两个礼拜前 我讲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心里面 就有这样的一种 很大的挣扎 放在前面 好大的难处 没有任何的把握 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 除非整个世界改变 才可以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告诉你 就解决了 很奇妙 像个礼拜天的解决了 然后真的 神要干事情 哪里用斗兵 人要看斗 看兵 看仓 神说我一来 一转 事情就改 你想到 所以感谢主 当然 可能你说什么事情 对不起 不能告诉你 就是太过诗人一点的 不是犯罪的东西 是好的东西 好 感谢主 我们 大家还记得 我们上一次 讲这个诗篇的时候 背后的故事吗 谁啊 西西家 今天晚上我们来 看西西家了 我们曾经用 以下亚书 里面讲到西西家 尤其是 以下亚书里面 这个三十六章 三十七章 讲到西西家 黄 这个好难好难的时间 面对亚书 黄 那种的强权 强大的军力 没得比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面对 然后我们看到 上帝的奇妙的工作 今天晚上我们就把我们的集中 放到这个主角 刚才我们说 那个诗篇背后 那个主角 就是西西家黄 那关于西西家黄 跟下一次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王越西亚 越西亚黄 就是我们特别 抽出来两个研究的 以色列的黄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黄 好的意思是 他们属灵生命像是 是令上帝喜悦的 那么这两个黄 他的生命当中 很多集的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集中在一个 王就是西西家黄 那么西西家黄的记载呢 在列王记下 在历代字下都有 那么今天呢 我们特别主要集中 用那个历代字下的 二十九三十章 两章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打开 这个旧约的历代字下 历代字下的二十九三十章 有些小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二十八章 没关系 我们就好好的一起来研究 一起来看 好吗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谈到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背景 对不对 你想到你自己 有你的家庭 有你的背景 有你的成长 也有你特别的环境 那么这些一切都 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非常的大 这个是我和比喻的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 也曾经说 就是因为我的家 因为就是我这样的成长 又是我这样的背景 令我的很多的生活上的困难 属灵上也产生了很多困难 性格上也很多困难 这个是对的 不过我们说 无论任何一个人 在神的手里面 只要他有这个决心 生命总可以不同 对不对 你还不记得 你成年 那个成长的童年的时候 住在你个别 对面的一些家庭里面 那个男孩 后来跑到了什么黑社会的去了 为什么你那么好 今天住在这里 对不对 同一个环境嘛 同一个川嘛 同一个贫穷嘛 那个家庭一样的复杂 对不对 但是人就可以在神的安典当中 有完全不同 我们今天看的西西家也是这样 我们就来看看他 如果你说啊 我的背景令我好难 西西家的背景啊 更难哦 难得不得了 对不对 因为呢 当西西家当作皇的时候 他父亲已经有三十几年的时候 在属灵生命中 他的信仰中 有很大的堕落 那么我们 看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就知道 西西家皇是犹太人的皇 他的八八的名字 叫做亚哈斯 如果今天我们没时间 慢慢研究亚哈斯 简单一句讲完了 亚哈斯这个好差的皇 属灵生命上 信仰上 是非常差的皇 道德上也是很差 而且他做亡三十几年 你看 这个孩子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 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二十五岁 做皇的时候 你看他的爸爸还在 这个整个国家堕落得不得了 但是我首先就引用 《六王记下十八章》里面所说的几句话来 总结西西家 圣经是这样说的 说他就西西家当记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作皇二十九年 他行耶和华看回正的事 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以前和以后的犹太列王中 没有像他的那么好 哇 不得了啊 这样的评语 一句一句的 都是对他的生命当中的肯定跟总结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 为什么这个人 竟然在那么的复杂 那么堕落的信仰环境当中 竟然可以成为一个 他的以前 他以后也没有他那么好的 一个属灵的皇 他的秘诀在哪里 好吗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个分析 刚才我们说 他的爸爸 所给他的那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差 那么我们要比较具体一点 多讲几句描述的话 也描述不还 我们具体来看看 他的父亲给他是怎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的环境 我就总结了 他当机的时候所面对的那个 我们说这个好多的困境 首先我们说在信仰 信仰像是一个废区 那信仰像是废区的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真正的敬拜神的信仰像 他什么都没有 你说他 如果他是成长是因为看什么榜样的话 他的榜样就是他的爸爸 这个爸爸是什么都不相信 单单就相信一般的神 所以我就总结了两方面 第一圣经讲了好多次了 这个犹大王亚哈斯 他的爸爸 他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完全把耶和华上帝放在一旁 忘记了他 他敬拜的是当时候的一般的假神巴利 而且这个道德非常的堕落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看那个背景28章里面就谈到很多 这个王亚哈斯的爸爸呢 首先引进了好多巴利的神像 然后优坛 修坛 然后呢就敬拜 然后呢 然后就还有按照当时候这种的敬拜 那种的宗教的活动跟习惯 圣经说他让他儿女 他的儿女经火 什么儿女经火 不是王帝 是那些人 什么叫做儿女经火 基本上就是把生的孩子 把他削死 献祭给巴利 就是生人祭 把他杀了 然后削 所以这个是当时非常的可怕 还有呢 圣经也比较真的很客气 说那个亚哈斯 他的时代 那个整个犹大国呢 都在三杠上 在秋坛上 在清去的树下犯罪 犯什么罪你知道吗 淫乱 对 就是他们 把就是随便的 以这个宗教的名义 乱这个男女的性的活动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是斯斯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还有更荒谬的 那个二十八章 那个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当这个亚哈斯打败仗的时候 他打败了仗给亚兰 那个种族的王 然后呢 圣经说 在那个人 在激难中的时候 越发去得罪耶和华 人在激难中的时候 要归回耶和华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 他的爸爸 就是在激难中的时候 最需要耶和华的时候 就更得罪耶和华 什么 因为怎么得罪呢 就跑去拜人家 就把他打败 那个亚兰王的他们的神 这多糊涂啊 这个人 人家把你打了 打了要生要死 打败了 他不回到耶和华身边 就跑到拜了人家 可能他想过 他那么厉害 就拜他 跟他打 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说太多他的东西了 这个人真是一塌糊涂 这个人的信仰一塌糊涂 这个信仰 就是不单身是错 而且他一方面信了一帮的神 另外一方面都把本来 本来应该相信耶和华的信仰 完全的放废 圣经说他就把这个圣殿搞得乌印降弃 然后呢 当然就没有敬拜 也没有献祭 那么那些在圣殿里面的负责那些 那些人全都赶走了 神就下到民间了 然后还把很多的偶像放到圣殿的里面 圣经说把圣殿把它弄得很雾味 然后的门都关了 灯火都灭了 这个形容真的好厉害 整个圣殿放会了 什么活动都没有了 整个民族 整个国家的人都走向一般的 错误的信仰 所以面对这样的环境 我希望给大家一种感觉 如果你是西西家 就是这些环境 讲大 从出生一直到25岁 都是在这些环境里面 就讲大 父亲就是这个 整个国家都是这样 你说 信仰怎么可以好啊 但是你看这个人 一直当然他没有权来反对 但是他心里面一直保持他的信仰 在不利的环境当中 仍然保持他的信仰 所以你不要怪环境 环境有时真的对你不好 我知道很不公平 但是你不能够拿这个当作你的理由 去离开耶和华相机 众人都可以离开 但是西西家就没有离开 他可以 你也可以 对不对 你没得有足够的理由 说我就是要离开耶和华 我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太差了 我面对问题太难了 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相信神了 我拜其他的了 我就用人间的方法 不是 另外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 这个人不单单在宗教信仰的环境当中 受了好大的一种的压力 跟他那个坏的影响的背景 而且他在当政的时候 他自治当皇帝的时候 面对的问题也不少 他不是很平顺的 整个国家都受了好多外面的强权的欺凌 这个也是很难的 假如说你跟我在工作环境上 在人生的记忆上也不顺利 宗教背景不好 环境不好 成长的过程不好 然后出来工作的时候 又不见得好 去那个工作环境里面 办公室的人对我不好 他的工作又很不顺利 西西加加就是这样 我们上一次就说过了 他面对了那个西拿基勒 记得吗 那个大将军 骂战的时候 那个情况 根本没得打 而神比这个更前一点 就是在西西加再会第六年的时候 就是刚做了皇 不久的时候 他在亲眼看到北国 以色列国 大家知道当时候分国 分那个南北 那个 北国以色列就给亚苏所灭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里面就知道了 这个当时候有犹大国 大家一念这个历史都知道 犹大国在那个国势上面 在那个军事上面 非常的弱 只有两个自派 地方小小的 对不对 他最大的那个亮点 就是耶路撒冷在他那里 除了这个以外 一切什么钱啊 军事啊 政治啊 这全的能力 全都是在北国 以色列 现在连这个北国 那么大的强大的以色列 也给亚苏所灭了 剩下了这个弱小的国家 你看 一息息下 做王帝 在每天 在面对这样的压力 用个焦虑 什么时间轮到我们国家 对不对 外地那么强 最强的给他打了 上次我们也说过了 四分四十六篇 告诉我们 当那个希拉之勒要打 犹大的时候 他不先打犹大 他先打下面 他倚靠的那个 埃及帝国 埃及帝国强的多 然后给那个亚苏国一打 都崩溃了 崩溃了 要转那个军队 向来打你 耶路撒冷 你怎么可以被人打 所以 西西加 充分理解他的弱势 而且呢 他面对的对手 他的敌人 那种强劲 然后他用尽各样的方法 坦白说 西西加也不是一个 特别精明的 一个外交的 那个王帝 他属灵相非常好 但是那个外交的 大概呢 也不是什么 不过 我也很同情他 忘了是你 忘了是我们 也没其他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过了 那么西西加怎么办呢 就先不断的拿钱 给那个亚苏 希望呢 好 你灭了北国 你不要灭我 你要什么 我就全给你 哎呀 哪里可以见 你这样的对手 你要这样的对手的话 你的方法根本的没 这死路 对不对 你可以给他多少钱 人家这个帝国 拿了要拿 拿了就拿 一边送钱 一边的联盟 他以为 那个新清 新清起来的 那个埃及 那个帝国 可能有种实力 仗着那个埃及帝国 打这个亚苏的时候 就可以呢 可以把他 万一可以把亚苏打败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保住 自己的国家 但是当然 大家也知道 结果就是 连这个埃及帝国也打败了 所以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当然就是 我们上次所念到的 那个以赛亚书 36 37讲 对不对 这个麻将的时候 最后是上帝的手 把他救过来 上帝的侍者 在那个亚苏的军营当中 一个晚上杀了十八万五千 对不对 然后把他拯救过来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他的背景 所以简单来说 西西家没有一样可以说 令他在属灵上 在那个信心上 可以有一个培育的背景 就是这样的情况底下 机遇不顺利 信仰环境对他也不利的时候 你看西西家怎样 从这个废墟当中 继续站立起来 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西西家 那种的勇气 看他的决心 也看他为什么 真的可以这样 走他应该走的路 好吗 好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重点 放到二十九 跟三十将 那个历代之下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事情 二十九三十将比较长 我只能够把其中的一些重点 跟大家讲 但是我把它分析过来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两个 我觉得西西家的 属灵的积极和勇气 应该绝望的西西家 他没有绝望 应该逃避的西西家 他没有逃避 应该放弃的西西家 他没有放弃 他的力量的来源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能够 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我们凭着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研究跟看 我似乎找到了两个很重要的重点所在 第一个 西西家找到了自己 第二个 西西家找到了上帝 好吗 我怎么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看 首先我们说 这个人的厉害之处 二十五岁 年轻人 什么都没有 爸爸一塌糊涂 国家一塌糊涂 外地强 自制弱 面对了个政治上的危机 什么都难 没有样式好事 对不对 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找到了自己 什么叫做找到了自己呢 他知道他应该走的路是怎样的路 一个人如果 因为外界的环境跟际遇 给他打 东跑 西岛 的话 我告诉你这个人 没办法 可以跟随 生命的路 也没有跟随 神的路 一个真正能够走下去的人 首先他只知道神要他走的路是什么 然后他就坚持地走下去 一种准备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以面对这样的困难 所以我们首先说 他因为经会神的缘故 坚持制止应该走的路 好 你问 他所谓的坚持制止应该走的路 是怎么样的路 是怎么样的路 我就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跟大家谈两方面 从历史的计料给我们的 首先 他拿得起 第二 他放得下 一个人要懂得拿得起 懂得要放得下 可能你心目中一些弟兄 怎么心目中 现在长得好像好男人 对 我今天晚上就长一个属灵的男人 我是弟兄 我是男人 所以我比较共鸣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很男人 比较用现代一点的 很man 这很有男人味的人 我知道心间 我们说 这个人很有男人味道的时候 好像这个人力量很大 这个参顺那种 我们说过了 参顺是个自由的弱者 他真的弱者 他的肌肉也不多 你听我讲过 你听我讲过就知道了 参顺不是很多肌肉的人 但是力度很大 参顺不是英雄 不便 如果你说真的有男人味道的 西西家 又说西西家 又哭 要病 要死 要哭了的人 有男人味道 我告诉你 什么叫男人味 好吧 今天 西西家 真的有男人味 首先 我说这么拿得起 拿得起就是 你看 圣经告诉我说 我们29章 从第三节开始 他25年 他25岁当王帝 就是在他再会的元年正月 就是他再会的一月 一开始作皇了 最后他作皇了 元年29章第三节 他就开了耶我华的门 重新受礼 他又把祭司和立位人都叫来 他主动的 祭司 以前已经分散了 祭司都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没工作了 35年都放废了 那些工作干什么 可能流落民间 他把他重新抓回来 聚集在 这个东面的广墙上 对他们说 立位人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以前听了很多人的话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是皇帝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最重要的话 不是因为我是皇帝 是因为现在你们要自杰 要洁净 切活化你们列主神的殿 要把护卫的东西 从殿中移走 就是你看这个殿 就是在殿前面 对他们说 你看这个殿 全放废了 刚才我们说 门关上了 灯火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放废了 现在我们把门 现在我们把门 同心打开 把那个护卫的东西 全都搬出来 然后因为我们的列主 勿犯了神 行了耶稣 我们神看为恶的事 离弃了他 卷脸不顾 耶稣的居所 以背向他 你看 门狼 封闭 当火 熄灭 现在我们要重新来 首先的清洁圣经 这个是西西家皇 当皇帝的时候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当时候不是很多事情要做吗 当然很多事情要做 外交怎么办啊 经济怎么办啊 对吧 敌人打过来的时候 怎么去预备啊 然后这个信仰 反正三十几年 是搞得一塌糊涂了 大家都习惯了 圣殿 圣殿放飞了三十几年 放飞了几年 多几年没所谓 先把那个国家怎么弄好 这个王会沾了混 起码也是他当前职务 你看西西家好厉害 一上场 元年 一月 他就来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 把所有的立位人 重新回过来 你看那个圣殿 门都关了 灯火湿灭了 现在我不行 我们要打开 把里面的物位都是全搬出来 然后我们重新来敬拜耶和华 因为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 我们要重新听我们神的话 回到神当中 第十节 他说现在我心中有意要以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立月 有几个字我希望你特别留意 第一 他说我把你们叫来 是我主动的 不是你们说 哎呀现在这个我们的宗教太差了 现在我们要搞一点事情 然后王帝说好吧 如果你们有这个意思的话 我来试试看吧 这个也算不错 但是不是 那虽然反正全都没有反应的时候 是王帝这个男人 这个西西家皇说 我来带头主动 带头 属灵的事情像带头 这个是一个真男人的 基督徒的应该有的表现 你知道我讲什么 我想讲的时候 很多弟兄在家里面 不是属灵的带头人 到了星期天 是太太把他吵醒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吃早餐了 我们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崇拜了 这个老公说 哎呀难得要星期天 那么早 八点钟去不了 九点三十五分 九点十五分 十点四十五分 十五分还不去的话 还有十二点十五分 对不对 我是背得出来了 然后太太说 哎呀小朋友都预备好了 去煮热血嘛 你们这座父亲 怎么可以不跟他们一起去 哎呀煮热血小孩子去了 我们不去了 你先带他们去 等一下我自己去 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男人 这些习惯是不是 对不起 我不懂得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太太没有跟我 说什么秘密啊 我就这样说 对不对 家里面最被动的 属灵上的都是那个男人 太太晚上说 老公啊 晚上我们睡觉了 我们立即来个祷告吧 哎呀还忙啊 电脑还没有看完 对不对 哎呀很累啊 最累的时候要叫我祷告 祷告什么 是吧 这个不是真男人 对不起 真的属于男人说 早上星期天 一早起来 哎 小B 小妹 我们起来 我们今天去煮热血 如果我们 九点钟 以前 我记得是八点半 以前 出了门 穿好衣服 还有时间 我们去 吃完了 吃完了 去煮热血 是这样的 才是男人 对不对 属灵像要带领嘛 你看这个王帝 什么条件都没有 然后他主动说 你们来 你看这个圣殿 怎么办 全关了门 登了四了 我们来 把门打开 全 换东西 搬出来 我们重新敬拜佑华 然后他还说 现在我心里有意 要和有 立约 他有个决心 是我心里面 英文 我就给他们 写了个英文 我心中有意 就是I intend to 他有一种的决定心 现在无论人怎么看我 现在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我首先要做的 我就要跟神立约 我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整个国家 跟神的关系 是最重要的 先来这个 有决定性 有带头力 有主动性 这个才是真男人 我觉得属灵像 我很佩服这个人 无论这个人的容貌 静米不静米 没有说他静米 大概也不静米 对不对 没有说他有多多少肌肉 这个没关系 这个人的那个气气 你明白是吗 这个男人 真的男人 这种味道 是他从里面出来的 不是他的外表 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现代人 那些全没给我们 太错误的 就是看那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样子 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就什么都没有了 真正的里面 那种的 那种的勇气 用勇气 不是一般我们 以为男人用勇气 就斗 跟人斗 对不对 你得罪我 我总是跟你斗 都是不放过你 对不对 这个不是真正的勇气 好勇斗肯 不是真正的男人 或者是硬 硬着心 对不对 总是不肯定认错 对不对 明明是自己的错 说没错 错什么 是你们女人错 是她的错 不是我的错 我甚至 明明这是她的 就是她以为不认错 这是她的专严 我们今天对男人 这个理解太差了 太错了 这个不是真男人 真男人就是什么 真男人就是 真正能够主动的带头的人 带领的人 有主动性 而有决心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觉得 所以我说 这个西西架 最令我们最 最 最 佩服的地方 就是她有这个 拿得起的 这种力量 这个勇气 然后 放得下 放得下什么 放得下 你看 西西架不单单 有一种勇气 向前冲 冲冲冲 然后她冲着手 她面对很多的困难 而且这困难 来自她自己的国家 的人民 而且她真的很大胆 她大胆的意思就是 她不单单是 影响自己的国家 还把她这样 国家的那种 希望能够 复兴的那种的 计划跟理想 退到北国 以色列国 怎么人家的国家 你都给了 两个国家 那么对立了几百年 对不对 打了几百年 但是人家怎么听你的 她不理 就派人去退 然后我们看到 这结果是怎样的 那结果人家的计较她 如果跳到三十将里面 你就看到了 三十将很有意思了 西西加二十九将里面 看到西加他自主的 犹大的国家里面 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首先清洁圣经 清洁圣经以后 跟神立约 然后都敬拜 这个宪祭 宪祭 宪祭 敬拜里面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等一下我们再谈 这个敬拜里面那种的 兴奋的那个感觉 但有了这个兴奋以后 我们看到三十将 根据三十将 那个西西加觉得 这个真的是 以后华跟我们同在的 一个经历 有这种兴奋的时候 他就说 好 他就决定要守 余裕节 这个余裕节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 纪念神的大能的拯咒 对不对 但是已经放费了几十年了 因为他的爸爸的缘故 已经放费了几十年 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了 所以 圣经说三十将里面 要在第二月 就是一月带来了 初步那个经历上帝那种的 在清洁圣殿 然后敬拜他 那个献祭 跟神立月这个环节里面 得到了神给他很大的一种的 属灵生命的兴奋 然后你看第二个月 就是继续下去 他说 不够 现在我们第二个月 我们要守余裕节 很久没有守余裕节了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那个大能当中 纪念他在我们 我们祖宗所做的奇妙的事情 所以他就 做了一个好大型的 那个余裕节 那个重新恢复余裕节 然后他的下命令 把这个消息通告全国 圣经说 从什么 从他们犹大国 不但而 把他退到北国的以色列国 你看 人家那个厉害的不得了 人家那个时候也面对很多的 那个以色列 面对那个外敌 根本没时间理你 你知道以色列国 那个信仰更差了 一些北国 以色列就真的没有一个好的王 那么那个信仰上 我说的信仰上 武力上很厉害 那个历史告诉我们 北国那个历史上 也有很多礼板 那些考古学里面告诉我们 他们的武功也不错的 但是他们的信仰一塌糊涂 所以那个以色列根本一直 对那个历史上 已经完全的忘记了 但是呢 西西亚布里就派了他的代表 派了他的使者 就不单单要 制止呢 由大国来这个福星 来守这个余日节 也把这个邀请 推到北国 第六节里面说 信仰就把皇和领袖 所发出的书信 就骗全以色列和尤打 你看 北国以色列也去 叫做王的吩咐 宣告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们应该回归耶和华 你看第八节 现在你们不可顽顾 像你们列祖那样 要顺服耶和华 进入他永远分别回生的圣殿当中 上所当中 侍奉又还你们的神 使他们 使他的怒气转离你们 你看这么意思 写信就是写 一个属灵的鼓励的信 不过你看第十节 信仨从这个城 走到那个城 走遍了那个不同的地方 那里的人却记录他们 计笑他们 给人笑 给人讽刺 给人说你搞什么 现在我们面对那个外敌 现在我们面对经济 我现在政治 军事 什么都一塌糊涂 难得不得了 现在我们要 要解决的事情 多了事啊 你跟我来 讲什么耶和华 讲什么宗教的东西 计笑他 你看 计笑他 你猜 信息家知道不知道 他这样做 肯定给人 自笑吗 他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 根本就是不好 这时机要做的事情 这好像我们觉得 哎呀 在办公室里面要传福音 哎呀 这个不好的事情啊 现在我们要赶嘛 现在我公司面对 这样大的危机 大家都赶得要命 你现在要邀请人 去什么布道会 给人骂嘛 对啊 但是那个条件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还有没有这个胆量 你笑我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还是信仰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信息家 无论在什么时候 就好像保罗说说 某人得识不得识 英文的翻译很好 in season not in season 合识不合识 人家喜欢不喜欢 但是我们还要跟你说 我不理我的面子 你笑我就笑我 你收入我就收入我 但是我还是要尽我的力量 把你邀请回到神的恩典当中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那种勇气 就是我们说 他有那种放下的力量 就是不计算自己的面子 放下自己的面子 我刚才不是说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男人 真男人 就是这个勇气 放得下自己的面子 他说 你去煮热血 大男人去煮热血 那种好趣 把自己一个形象 放在这里 对不对 没有千千杯杯的放下来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对神说 神啊 你是主 我是你的孩子 我愿意走你 要我走的路 如果我要学习你的恩典 我学习你的真理 我就来学习 放得下面子 这个才是真的男人 那些明明知道是真理的 需要做的属灵生命的事情 但是硬着心 为着脸 开始不做 这个不是勇气 这个是懦弱 这个属灵向的懦弱 离开西西家 作为一个王帝 一个弱势的王帝 他发出这样的邀请 给那些 那些国家的民族 他知道的 人家不听他了 但是他还要做 因为他把他邀请过来 人家果然笑他 他知道吗 他知道 他预料得到吗 他预料得到 但是还是做 因为这个是神要他做的 他就去做 希望把整个国家的属灵生命 复兴起来 果然很有意思 虽然很多人笑他 但是其中还有一些人 真的来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 这个愚遇解 等一下我们才看 这个愚遇解 很奇妙 一开始的时候 就经历了 神给他们那种 属灵生命里面 这种兴奋 哇 一起笑起来的时候 这种生命力就出来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是一个 属灵的男人那种的 三个方面 我刚才不是说吗 第一 有这个带头的主动性 第二 有这个决定 这个有一个决定性 有一个决断的力量 我要做 我intended to do 应该做的 我就做 第三 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 做应该做的事情 在属灵像 是不是 我知道 作为爸爸 第一次 晚上 吃完晚饭 然后就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 念一段圣经 儿子说 从来没听过这样 我还忙 那个女儿说 我还要做功课 对不对 怎么 这个爸爸 叫我做这个事情 念不好看 但是 有没有这个勇气说 好 你不习惯吗 我们还有第一次 来 我们来家庭崇拜 唱一首诗歌 不用很长 爸爸先唱 唱给你听 然后女儿 弹琴 弹个诗歌 好吗 我们一起来 念一段圣经 好好的预备 然后来个简单的祷告 感谢主 给我们整个家庭聚在一起 仰望他 好 现在我们就做功课了 爸爸要工作要做 妈妈也很忙碌 但是 向帝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就这样 晚上 好吗 很好 很多姐妹 梦想都是这个 对吧 就是那个男人 不想做 对不对 叫了他几十年 也不做 放不下 放不下 自己的面子 为什么放不下 放不下 才不是男人 放得下的 就是男人 对不对 有谁 做太太的 以为 丈夫这样做 是没有男人味道的 请你举手 没有 你看 对不对 看到了 弟兄 最有男人味道 就是这样的爸爸 就是这样的丈夫 好吗 自己回去想一想 我不教你怎么做 你听你 你糟糕了 今天晚上来听这个道 没有预备了 事实上是这样吗 我按照圣经来说 西西家就是这样 好 第一个 他找到了自己 这个真男人 然后当然 很宝贵的 他找到了神 西西家找到了神 他回转给神的经历 是从他自己开始 但是他不停留在他自己 他把自己的经历 他对神的心 影响了成为 其他人的祝福 这个才是他真的 令我们佩服的地方 他经历了神 然后把经历神里面 那种的 满足跟兴奋 跟其他人分享 刚才我们念一节圣经 我送给大家 很有意思 上次讲第八节 上次讲第八节里面 是这样说 我已经念过一次 我再念一次 好吧 这句话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把它记下来 他说 他在写这个信 他记得吗 就是他这个 发给全国南北国都有的信里面 所写的其中一句话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他就说 现在 你们不可 环顾 在和合本 也发的比较好的 现在你们要顺服 耶和华 不能环顾 像你们列祖那样 要顺服什么 耶和华 要进入 他永远分别回生的圣索 就是圣殿的圣索 侍奉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使他的列路 转离 你们 你说这句话里面有什么 我看到有三个动作 三个很重要的 属灵像的动作 西西家 不但自己做 他也鼓励他周围的人 去做 第一个 顺从 顺服 听话 好 用今天比较 今天的话来说 听话 听耶和华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 进到耶和华圣殿里面的圣索 就是亲近神 不但是听神的话 他的情里面 亲近神 越来越亲近 当年当然了 就那个时候 这个圣灵的工作 不是跟我们现在 这个主耶稣 给我们的 这个 这个圣天以后 那个圣灵 这个工作 这样的 他说 人要亲近神 就进到 耶和华的殿中 对不对 现在他不但进了 殿中 他说我们要进到 耶和华的圣索里面 就是耶和华最亲密的 一种的亲近 我们要听神的话 亲近神 与他亲近 然后 侍奉 还有行动 三个 记得吗 送给大家 好吗 在我们新年的时候 我们送给大家 这个三个 是最核心的 一个属灵 生命里面的表现 三个动作 听神的话 亲近神 然后 服侍神 有行动的表现 对不对 缺一不合 缺一不合 如果一个人 单单只有听神的话 有尽近神 但是没有行动 就是没有去 侍奉耶和华的话 这变成了 如果自我陶醉 享受自己 跟神 哎呀 很好 很好的关系的人 不够 对不对 还要把他用的 属灵圣明里面 所得到了 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其实要做 其实写信给所有的人 你们都要来 我们一起来 敬拜耶和华 回归耶和华 所以他有行动的 属灵圣明里面 要行动 要行动 好 如果没有第二个 就是说 你有真正的 有听神的话 你有行动 但是没有亲近 在属灵上面 这个经历上 亲近修化的话 结果是什么呢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没有了 从神而来 这种力量 对不对 缺乏了一种 因为亲近神 神在你生命当中 对你在这种力量 属灵的生命的力量 给你的话 你一直在做 很容易可以burn out 对不对 做做做 听话听话 好 有使命感 听话 好 上帝也有我做 这个我也去做 当然非常好 但是没有亲近神的话 忙到一个地步 连那个灵修的时间 也没有 祷告的时间也没有 整天就在干 这个侍奉的工作 很好 做了很多 但是心里面 就越来越干了 对不对 越来越干了 没有这种属灵的 这种生命力 从亲近神而来 那种生命里面 涌出来的这种 活水的力量 不行 对不对 好 不听神的话 当然不行 只有亲近神 感情像 跟神很洁净 哎呀神啊 我很爱你 然后我为你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 没有听神的话的话 很容易变成 很自我的一个人 对吧 很爱神 所以呢我应该呢 为神缘故 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人家说 哎呀你做得真好 心里面很兴奋 慢慢慢慢 他发觉 就是用自主的一种的主意 去侍奉神 没有了 从神而来 那种的 给他那种的 那种的天卑 没有听神的话的话 自我膨胀 然后去侍奉神 也是很危险 对不对 三个动作 记得吗 好我们一起来记得 第一个动作 听神的话 对 第二个 进到神的圣所 第三个 侍奉神 好吗 记得三个 你看西西家 自己的做是三个 这个属灵人 不单单就是一个 属灵男人了 属灵人 每一个人都要 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那个 你看西西家 找到了神 就是这个意思 他不单单是有一个决心 他做 而是他从神那里 找到了这样的一种的 力量的来源 也行动的挑战 也有听上帝的话 那种的愿意的心 所以你看他 带着那些人 生命就不同了 那些人看到他 属灵生命是 生命影响生命的 不是理由的 你看西西家 自己这样做 你看圣经说 那些自私立位人 那些众人 就受到影响了 你看 开始觉得惭愧了 即使立位人 觉得惭愧 要竭尽自己 用烦祭 奉到休华的殿中 这个就是他知道了 他看到这个王帝 这样做 他知道惭愧了 又惭愧才可以 尽力到被释放的喜乐 然后众人认罪了 于是众人 去了那个言习 七天又献平安静 然后向休华列祖的神 认罪 你看到回归休华的时候 看到神的标准 怎么可以不应认罪 以前那个标准就是外邦的神 那个标准就是那个亚哈斯 那个时候那种一塌糊涂的宗教 当然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其他人一样 对不对 乱做乱做 乱生活 乱性的关系都没所谓 道德什么信仰全都堕落 也觉得没有什么错 没所谓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但是现在西西加来了 西西加重新把他们带回 耶和华神的那个标准的时候 一看到原来神的标准是那么高 然后他们就认罪了 有了认罪 他们就开始经历到 原来认罪以后 有这样的一种兴奋 很奇妙的 认罪好像好可怜 哎呀 我很做 不是的 因为最美妙的时候 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你认罪了以后 你经历了相经那个赦罪的平安 喜乐那种的力量 足够你再认其他的罪 再把罪撇开 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 这个犹太人所经历的 从祭司到立位人到众人 他们看到西西加的榜样 回归休华的时候 他们经历了这种喜乐 因为他们认罪 他们经历了那种的西方 所以他们不怕 惭愧在神面前 那么那个喜乐跟 认罪的喜乐跟西方 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说 就是在他两次 那种的属灵的聚会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说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 西西加真的带领了 一个粉信会 那个粉信会 那个粉信会呢 就是从属灵生命里面 把众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这个生命就越来越兴奋了 我们说这个兴奋呢 不是用人的兴奋 对不对 更不是我们传统说的 男人的兴奋 男人兴奋有时候 给我们想到一些不好的地方 因为很容易 那个男人的兴奋呢 就是那个欲望得到满足 对不对 有时候可能是 信誉的满足 但是可能也是 那个事业这样的满足 有人分析 那个男人有几个情况 几个不同的层次 的兴奋的 最低层次的就是 他的欲望得到满足 这个是动无信 动无信 这个男人的 只有这样的兴奋的话 这个没意思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就是个动物而已 对不起 我也是男人 所以我这样说 不太过分 女人说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是男人 我也这样说 那么但是 高一个层次的 兴奋的男人呢 就是打倒了你的对象 或者你得到了 追求的 进服了 你的所需要的那些 要政府的那些挑战 比如说事情 物件 对不对 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公司里面 没有人可以解决 你去解决了 所以你就很兴奋 对不对 那个电脑的问题 搞了很久 没有人可以搞到电 搞得来 然后你就可以 把它弄过来 这个电脑在你手里面 好了 大家说 哇不得了 就很兴奋 对不对 男人是这样的 要做干点事 把你的事情 把它做得好 人家做不来的 你可以做得来 这个另外一种兴奋 这个也好 比较那个 纯粹是满足 那个自己的欲望 来得好 不过也不是最好 第三重的 更好的兴奋 也是征服 不是征服一些对手 也不是征服你的一些 要面对的挑战 征服自己 我们中国那个故事 很有意思 周处 记得吗 除伤害 对吧 那个周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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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然后听 听到他 那个 那个 那个川里面 那个有伤害 对吧 那么伤害呢 就低害 就三项 那个老虎 他这个打得非常好 这个人 就打上去 向着山 把他的老虎 打死了 然后还有 水里面 这个蛟龙 飘到水里面 跟那个蛟龙打 那个古书说 那个蛟龙 打了 打了以后 大家就沉到水里面了 就把他打死了 但是 周处也没有 摸出水里面 然后那些群众都怕走了 太好了 三个都死了 那个老虎 那个蛟龙 还有个蛟龙 刚刚讲完了 蛟龙都冒出水里面 听到了 他心里面 突然间明白了 原来最大的害 就是他自己 然后他就 离开了这个城市 跑过去 跑去这个山巷 自治思想 整个人改过来 回到那个城市里面 第三个害 才是最可怕的害 对自治的进服 男人最难进服的 就是自己 对不对 当然有些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 我看到的奥运会里面 破字子的记录 那个男人 就真的有意思 对吧 当个最大的政府 不是政府人的人家 政府对手 是政府自己 但是 第四个更高层次的 男人的兴奋 是当他愿意牺牲 付出的时候 所得到的那种的困难 是他最大的兴奋 这个可能你听过 就少像 那个著名的小说 那个《商城记》 最后那个男生 因为他爱这个女生 他跟他情敌 这个女的爱了另外一个 有钱的贵族 但是他一直爱她 那两个情敌都给人抓了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那么要杀头 那么他本来不需要杀头的 但是他知道他那个女 他爱的那个女孩 最爱的那个人 要给杀头 他就混到那个监炉里面 把他改换过来 让他所爱的 他的爱人的 爱的男人 和那个逃出来 他自此一日子的牺牲 代替了他 他最爱的人 所爱的人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就是他 这个男人的一种的兴奋 真正的兴奋 男人的兴奋 不是 为自己的 在西西家的 这个事情上面 我看 西西家带来的兴奋 就是这样的兴奋 就是敬拜神带来的兴奋 你看二十九 这样我都列出来了 有几个 我们从那个数字里就看到 你看 就好像那个 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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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信会这样的 首先我们看 这个献祭 这个经拜二十九 这样二十一节里面说 西西家带头 王 他说 王帝 现在我们开始献祭了 王 说 我自己先开始 他带来了七头 公牛 七个公羊 七个羊羔 七个公三羊 好 然后群众看到 王自主带着这些 很有主动性 带着这些 献祭的物来到了 虽然只有几头 但是群众就兴奋了 王这样做 我们也要做 于是我们说 众人 就一起来做了 众人加起来 他们带了什么 七十头公牛 一百公羊 二百羊羔 还有一些人 看到的时候 他们来这样做 我们也来 后来有人加热 公牛六百 绵羊三千 对吧 你看 人越来越多 那个东西越来越多了 就是你看 这个王带头 有人带头的 弟兄姊妹 一个办公室里面 有人带头 一个团企里面 有人带头 一个教会里面 有人带头 没有人带头 大家都是不敢动 对不对 当有人有这个勇气 带头的时候 其他人会说 诶 真的可以啊 原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讲耶稣啊 跟人家谈到 人家可能有骄傲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可怕啊 开始有第二个讲 第三个讲 如果只有一个人讲的话 我告诉你 他就讲了一下 人家笑他 没有人跟他 还有其他基督徒也不干 他慢慢那个火就烧了 对吗 最近我看了很有意思的文章 叫做followership 我们常常说leadership 对不对 领导 领导的才 领导能力 事实上跟随的能力很重要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或者你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不是那个领导的人的话 当有人带头的时候 请你做一个很好的follow 好吗 这个跟随者的也是更重要的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很有意思的 在一个阳光的下午 那个草地上很多人很休息 有些人看书 有些人听音乐 有些人在谈天 突然间有一个人跳起来 跳舞 就是跳舞 那么人家看着他 这个怪物 跳舞 那么他在看他 然后如果他一直跳 大家觉得看他 好像看 看那个马戏这样的话 他跳觉得怕了 他就跑了 对不对 但是 很奇怪的 如果 一个人突然间跑起来 站起来 跳舞 跳舞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奇怪 然后还没有 还没有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人 又跳起来 跟他一起跳舞 大家觉得 哎呀 蛮有趣啊 然后第三个就出来了 第三个人跟他 三个人一起跳 再出来就不是第一个了 一旦出来两个了 就变了五个了 在他跳舞的时候 五个人跳舞的时候 其他人就想起来跳了 到了一般都跳舞的时候 那些坐在不跳舞的 觉得不好意思了 他们也出来跳舞 你明白意思吗 很有意思了 follow啊 好吗 如果神 给你的感动 没有这个勇气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或者家里面 做第一个 在团庆里面 没有做第一个的话 请你做第二个好不好 有人有这个胆量 站起来 传神的道 见证 人家笑他的手 你也站起来说 信耶稣好啊 你看我 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可以吗 做好的follower 做好的跟随者 这个好的跟随者 可以带来整个运动的 就是这样了 你看王帝 带来七头牛 变成了后来多少头啊 几百啊 好厉害 几百啊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再来 刚才我们说了 第三十章了 跳到三十章一样了 当这个 当这个 余裕节开始的时候 首先王 现在已经不同了 你看 只不过差了一个月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你看王带了什么 带了一千头公牛 七百羊 这个王帝这样做 七千羊 对不对 七千羊 一千公牛 然后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群众觉得 哇 很兴奋了 很兴奋的时候 带来 他们也带来一千公牛 王带一千 我们也带一千 然后王带 七百羊 我们带一万羊 七千羊 对不对 王带七千的羊 群众说 我们带一万的羊 你看 明白意思吗 那个火就消起来了 火就消起来 我只能够引用 历代之下 三十章里面 几节圣经里面说 他们就大大喜乐 全体相遇 要再守节七天 就是七天完了以后 不够了 心里面很兴奋 不够 再来七天 我们再敬拜佑和华 于是欢欢喜喜的 又守了节七天 然后敬斗喜乐 从没有这样的喜乐 对不对 这个就是属灵 福星的运动 就是这样开始了 一个人 然后大家来了 然后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决定 不怕面子放得下 跟随耶和华 对不对 还记得三个吗 三个动作 要听耶和华的话 要进到耶和华的殿中 亲近他 然后要侍奉耶和华 有这样的话 来吧 我们一起行动 行动的时候 那个火都消起来 这个是西西家 所带来的属灵的复兴 所以我们总结了 我们总结的时候 我们说 如果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这个真正的男人 真正能够兴奋的男人 对不对 通常男人 不一定快乐的 我曾经做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功夫 我在那个网上查一下 有个大学 多人都大学 因为我比较容易找到书 查这个 打这个 关键字 keywords 关键字 打这个man 然后打joy 或者happiness 没有 很奇怪 打了woman joy 有啊 好多书啊 woman happiness 好多书啊 但是man happiness 没书 所以男人快乐不容易啊 男人很苦的 男人这样的斗 对吧 这样的冲 这样的 肩负了很重的责任 这个事实 希望我今天骂男人骂得多了 我希望姊妹你理解一下 对吧 背着很多的责任 不容易快乐 不容易兴奋 所以很多时候男人的兴奋就变了 变得不正常了 变得发现 把对手打败 就以为这是兴奋 但自主欲望的满足又有兴奋 不是的 真正的兴奋是把自己打败 而且超越自己 而且牺牲自己的话 那得到的那种兴奋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是最深的一个男人的兴奋 如果真正的兴奋 就是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西西家 在敬拜当中 带领了整个周围的人 都回归贴侯华 经历他自此曾经 并且一直经历的那种的 属灵生命里面的丰富跟祝福 所以我就用圣经里面 历代之下29章30节那句话 作为大家我们互相的鼓励吧 他们在敬拜当中说 他们欢欢喜喜的赞美贴侯华 低头敬拜 有低头 有昂首 对吧 男人能够昂首 昂首的 欢喜 敬拜 低头的谦卑 好吗 能够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在 很多的挑战当中 能够胜利的那种属灵的策略 让我们能够 好像西西家这样 找到了自己 也找到了 向帝 都要同样的跟随你 不能够怪环境的改变 不能够怪环境的困难 不能够怪那个 办公室里面那种属灵的气氛的低落 主啊 这个可以把人打倒 但是我们知道 有你 有我们的决心 在跟随你的话 永远不能打倒 主啊 让我们 好像西西家 跟当时的群众一样 能够昂首的看着你 低头的前辈 跟随你 这个就是蒙福的路 主啊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再见